带您来关心国内肠病毒的疫情状况 距离开学才满一个月 肠病毒疫情又再度爆发了 上周肠病毒的救援人次就高达1.6万人 比上一周又高出9.4% 对此疾管署就建议 像是幼儿园脱印中心等等 这些学前的教育机构 一个班级一周内只要有两名以上的幼儿 感染到肠病毒 班级就要停课7天 不用就有家长崩溃的表示 才刚把小孩送到学校 没有多久就常常生病发烧 已遇到停课还要请假照顾 那么到最后甚至是无价可请 而还考虑离开职场 再加全职雇儿 那么对此有妇女团体就提出 政府其实应该要拟定相关的 有心照顾假 有助于缓解期限缺工少子化的困境 那么国内肠病毒呢 目前仍然处于在疫情的高点 秋冬来临各大病毒又要开始肆虐了 所以提醒民众注意勤洗手和饮食卫生 也要尽早施打疫苗 增加自身的抵抗力